在古代地质加天下模式中 万事传递 江山永固 是历代帝王的野望 但毫无例外 就没有永远的江山 没有不变的王朝 往往也就是最多几百年时间 就改朝换代了 以大一统王朝来说 但一大一统王朝 就没有过三百年的 也就是两汉加起来四百零五年而已 中间还历经了王莽篡汉 建立的新朝截断两汉十五年之久 古代地质加天下之所以传递不久远 原因是复杂的 是多种多样的 其中皇权传递 老皇帝死后才传位 就是一个明显的问题 可以说是加天下世袭制的明显弊端 因为老皇帝一驾崩 新皇帝一登基 最高权力新旧交替之际 往往是皇权最虚弱的时候 所以新皇帝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或大或小挑战 扛过去了 自然不用说 扛不过去了 会动摇王朝统治根基 甚至因此亡国的 诸如明朝建文帝 朱允文继位后没多久 还没有站稳脚跟 就要削翻 叔叔燕王朱帝于是造反 还成功了 还有五代第一明君后周世宗柴蓉病死以后 幼子柴宗迅继位没多久 柴蓉留下的心腹大将赵匡印就来了一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是代州立宋 皇帝猝死 没有及时 指定继承人 也是一个大问题 像清朝在关外时期 清太宗黄太极猝死以后 没有指定继承人 使得皇长子豪格和瑞亲王多尔滚为了争夺皇位差点兵戎相见 是清朝面临的一次最接近分裂的大危机 最终双方妥协各退一步 皇太极第九子弗林渔翁得利 成为新帝 这场危机才消弭 古代皇位传帝充满风险 为何非要等皇帝死了才传位 不能提前吗 可以说老皇帝死了以后 再传位新皇帝的话 问题很多 新帝登基 还没有坐稳皇位 很容易遭到各方势力的挑战 比如同宗藩王 拥兵自重的武将 外庭权臣 内公太监等等 而且皇帝也是人 也会生病 也会出现突然猝死情况 如果再没有指定继承人的话 很容易引发内乱 即使没有遇到挑战的 往往也是因为根基不稳 登基以后没有太大变动 延续前任皇帝的政策 直到自己彻底掌握局势以后 才会放开手脚去干 说到这里 可能有人灵机一动了 为什么皇帝非要死了以后才传位 不能提前传位 让接班人打好基础吗 其实 这的确是一个好的思路 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提前让接班人继位 可以提前掌握局势 这样等老皇帝去了 新皇帝已经彻底坐稳皇位 自然也没有什么反对势力 敢兴风作浪 但是 这里还有一个无解的难题 如果不用等皇帝死去在传位 而是提前传位 会由此衍生一个更大难题 正所谓天无二日 土无二主 老皇帝提前传位给新皇帝 即使成为太上皇 哪也是皇帝 那么这个时候 该听谁的 很容易造成两个权力中心 那么就与最初稳固皇权的初心背道而驰 想着为了稳固皇权而提前传位 结果反而造成更大动荡 这还怎么玩 提前传位而造成恶劣影响的最典型例子 就是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 这位可是雄才大略之主 以胡夫骑射使得赵国走向强大 后来为了专注于军事 干脆在盛年把王位禅让给次子赵慧文王 自己被尊称为主父 古代皇位传帝充满风险 为何非要等皇帝死了才传位 不能提前吗 后来赵慧文王的权力越来越大 赵武灵王应该是感受到了威胁 所以通过扶持长子公子张 想要重新夺回权力 结果爆发了沙丘之乱 公子张被杀 赵武灵王则是被困宫中 最后被活活饿死 一代雄才大略之主 竟如此憋屈而死 让人唏嘘不已 所以提前传位 其实比皇帝死后 在传位的风险还大 很容易造成最高统治阶级的内论 毕竟提前传位以后 老皇帝享受了最高权力 肯定不愿意放弃这种权力 最多让出部分权力 新皇帝成为皇帝 自然认为自己是皇帝 享受最高权力是理所当然的 二者难免起冲突 甚至很容易闹个你死我活的局面 与其这样 还不如死后再传位 当然 虽然基本上来说 都是皇帝死后在传位 但也有皇帝提前上位 成为太上皇的情况 但这样的传位 往往不是出于提前稳固皇权打算 而是有着其他目的 像唐太宗李世民 在玄武门之变以后 实际掌握大权 父亲唐高祖李渊 只得禅位于他 南宋的宋高宗禅位于宋孝宗 说是不过问朝政 实则也是隐隐掌握着大权 加上宋孝宗以孝主称 重要事情都要请示宋高宗 实际上两者以宋高宗为主 乾隆帝善为嘉庆帝 更不用说了 是实际掌握最高权力 嘉庆帝就是个傀儡皇帝 权力都不如二皇帝和身 可是很憋屈的 要乾隆帝再多活几年 嘉庆帝都不一定能隐忍那么久 可以说这些提前善位的情况 要么是被善位的新皇帝 已经实际掌握大权 所以顺水推舟的善位 要么是老皇帝 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 宋高宗除雀倦情原因 还有怕死原因 想成为太上皇方便面对 金军南下时跑路 乾隆帝是不想超过祖父 康熙帝在位的61年 所以只是善位换个名目 实则是继续掌握大权 而新皇帝无大权 甚至还受制于老皇帝 根本没有起到稳固皇权 使得皇权平稳传帝的作用 古代皇位传帝充满风险 为何非要等皇帝死了才传位 不能提前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既然提前传位风险更大 于是古代王朝开始走向另一种方向 那便是集中皇权 使得皇权高度集中 越往后皇权越是集中 皇帝权力大 其他像藩王无兵权了 外庭五百官之首的丞相 边疆没有拥兵自重的武将 皇权一家独大 皇位传帝的风险自然小太多了 也是一种好方法 再加上其他的帝王心术辅助 比如老皇帝病重临死之前 随便找一个罪名 将众臣下语 然后新皇帝登基 以后再赦免 然后官复原职 这样一来 众臣肯定忠心于新皇帝 如果不这样做 新皇帝登基 众臣已经风无可风 再拉拢肯定不好搞 也不能有效控制 对于新皇帝掌握局势很不方便 所以老皇帝当恶人 新皇帝当好人 成为新皇帝掌握局势的一种屡试不爽的好方法 最后来说 古代的皇位传帝固然风险很大 充满着变数 但其实在漫长的集权历史中已经大致解决 因为皇权高度集中以后 传帝过程也没那么大风险了 其实皇权传帝的最大问题在于世袭 在于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选择继承人 即使清朝不注重嫡长子继承制 其皇子中有才能者 但依旧局限于极小范围内 尤其是王朝晚期 皇室子四不兴 贤丰帝就一个儿子 统治帝和光绪帝干脆都绝似了 对于王朝打击之大可想而知 所以 嘉天下皇权传帝的最大问题是选择储君 只能在特别极小的范围内 皇子中有大才者可以选择也罢 如果都是无能之辈 那么其中一个成为皇帝以后 王朝很容易快速衰败 这也是帝制嘉天下的最大特征和最大缺点 王朝兴衰 天下大势 往往在皇帝个人身上 皇帝雄才大略了 王朝自然是突飞猛进 道达鼎盛 可以完成之前百年所没有成就的大业 皇帝昏庸无道了 王朝会马上衰落 甚至王国会使得之前先辈百年努力复之东流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点击订阅按钮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您的点赞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